这次在亚长运辉闭幕市场 我将为我们的市场残疾小朋友们 去讲解火炬熄灭的难忘时刻 用我们的声音去讲述电影中 画面中一些无声的信息 比如说表情动作 它可能比较类似于 分角色朗读科文的旁白 我觉得它是传递的一个信号 就是这一本小部分 收众群体会被世界所看见 然后世界也会关注到它们 我觉得这个信号是非常重要 感觉很不舍 因为自己也在这个场馆里面呆了有两个月了 然后看每一个东西的感觉很熟悉 就是像嘉宜 我觉得首先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体验 我觉得我可能这一生的这样的机会也没有很多 然后其次我觉得我来这里就是感受到的氛围 不仅是这种帮助别人的氛围 还有是这种国际交流的氛围 都让我觉得很有帮助 真的很开心就是自己的这个语言 然后能够为大家架起这个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桥梁 然后为大家跨越了很多这种文化上和语言上带来的障碍 然后能为大家就是共同参与和共同见证这一次盛会 然后感到很开心 真的收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很多很多的朋友 不仅是其实就虽然是作为日语翻译 但是其实也收获了不仅是来自日本的朋友 来自孟加拉的来自马来西亚的 来自非常非常多的国家 大家的友善 然后这种热情 然后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非常感人 对我们而言其实是陪伴着洋芸会不断地成长起来的一群人 其实还是挺舍不得的 特别是看到可能很多外国友人或者外国媒体 对杭州的评价很高的时候 会有一种与有荣焉 跟我们息息相关的这种感觉 但是在这一刻我感到很不同 但是在这一刻我感到很不同 对这一刻我感到很专门 对这一刻我感到很专门 我认为这七星星的一刻我感到很专门 我感到很专门把这一刻我感到很专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